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北FM 98.1 News 98 98新闻台 4月16号星期二 今天进行的单元又到了周成功的生命科学 国立阳明大学退而不休的教授 也是我的生物老师 周成功先生在我们的现场 今天是周成功的生命科学第36堂课 癌症研究的世纪之谜第四讲 癌细胞的阿奇里斯逐渐 这也就是癌症细胞对于葡萄糖的医从 同时再提醒我们的听友 如果要更进一步多了解周老师 对于生命科学的专注 有这本书 天下文化出版 生命为什么如此神奇 在前面的第35堂课 我们已经听到周老师 我们分析了瓦斯效应 从瓦斯效应再到癌症的饥饿疗法 对 这个饥饿疗法的第二个成功案例是 Juda Folkman 对 我们上次但还是蛮惋惜的回顾 他2008年就过世了 其实也年纪不小了 对对75岁 但是如果他还能多活几年 可能会对整个癌症研究 癌症治疗的研究和开发 可能会起决定性 多活几年 他一定会得诺瑞尔奖 因为那个时候 利用他提出来的 这个癌症饥饿疗法的 那个抗癌的药物的发展 已经是非常蓬勃 而且是非常多了 所以他再不再 其实上已经不影响那个整个大的潮流 对 抗癌抗癌这个药物的发展的潮流 如果是能有一个 而且我们从诺贝尔奖的这个观点来看的话 他的确是 实质而名归的机会 对对对对 可是我们还是得回到 在癌症研究上 对 还是得回到 瓦斯效应 对 如何降低癌细胞的 这个葡萄糖的供给量 我们之前讲过 就是说瓦斯效应是 很多癌细胞共同有的一个特征 他大量的利用葡萄糖 来分解产生 给自己建立了一个 温暖安全的一个小窝 那所以这个癌症饥饿疗法的这个想法 就可以直接看 适用在这个系统 想要适用在这个系统上 看看我们有没有办法降低 癌细胞葡萄糖的供应 来达到这个让癌细胞饿死 或者饿得不能动的这个状态 是 这个道理很简单 但是实际上想要做的时候 你会发现其实是非常困难 为什么呢 因为血液中间的葡萄糖 是在身体中间是严格被控制 不能太高 太高就变成糖尿病 也不能太低 一低了 你可能就会昏炫甚至昏倒 我们叫低血糖 所以血糖的控制是这么样的严格 你怎么可能随意的去让血液中间的葡萄糖下降 我最近刚好有机会听到一个 我自己是觉得不太可行的一个抗癌的策略了 有人在promote 有人在promote 是怎么呢 我们身体的血糖是受到胰岛素的控制 那一派的说法 就是说我们可以给病人直接打胰岛素 控制量 胰岛素的量 打胰岛素让病人的血糖下降 下降一阵子以后再加上化学药物 他们认为是可以非常有效的控制 但是我认为这样的一个策略 其实非常危险 因为葡萄糖 我们每一个人对胰岛素的灵敏度 高低不同 打了胰岛素 血糖一旦下降 那你就很难去控制 如果下降太低 你很可可能就是变成昏迷 休克 所以那种疗法 我认为是很危险的 但是呢 这个整个的想法方向没有问题 那所以我们就要问说 那有没有其他任何其他的方法 利用血液中间葡萄糖的供应 减少来让癌细胞的生长变慢 那就正好呢 在这个2022年 2022年两年以前 是 这个Nature呢 自然杂志有一篇非常有趣的论文发表 那这个论文的作者是一位华裔 我从他那个名字 我觉得应该是中国人了 那他是在这个瑞典的这个Karlinska研究所 是 那同时他 我相信他因为也跟上海的复旦大学 他们有合作 所以这篇论文呢 是Karlinska大学跟复旦大学 上海复旦大学合作的一个 一个联名的 联名的一个结果 那他们要问的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就是我们让老鼠在低温的环境下 那老鼠身上的肿瘤或者癌细胞的生长 会不会受到影响 就是那么一个概念 就是很简单的 低温 很简单的 那这个实验的结果呢 指出了一个全新的抗癌的策略 就是他们发现老鼠在低温的时候 低温的环境下面 他身体里面的癌细胞的生长 的确会变慢 那所以这一篇论文呢 引起了这个科学界非常广泛的注意 那我们怎么晓得呢 就是说 你去看几个重要的这个科学期刊 都有专门的专门报道 这个发现 然后去讨论这个发现 可以延伸出来的抗癌的策略 或者是一些基本研究方向 也开启了人的想象力 对 所以这篇paper 因为我是看到很多很多学术期刊 都发表专闻在讨论这篇论文 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论文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这实验的做法如何 那实验做法其实非常简单 他就比如说 他把这个定量的这个大肠癌细胞 一直到健康 但是不会产生免疫反应的老鼠的皮下 那这个大肠癌细胞呢 就会在老鼠皮下开始生长 越长越大 那最后就会把老鼠杀死 是 所以这是一个很简单的这个 这个这个model 这个动物动物模式了 那他就把这个 癌细胞注射到正常 不会有免疫排斥的这个老鼠皮下 然后这个老鼠呢 就分成两群 一群 养在30度C 室温正常的 比室温稍微高一点 那另外一群呢 听起来有点残酷 养在4度C 4度C 这是冰箱冷藏室 就是等于是让老鼠受寒 受寒受冻了 但是老鼠基本上 他在那个环境 他还是可以活着 他还是可以活得很好 还是照常吃喝 这个都没有受到影响 然后看 这两组的老鼠身上的肿瘤的生长 结果发现呢 这个在4度C 环境下面生长的这个老鼠 他身上的癌细胞 生长的速度很明显的就变慢 只有对照组的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是他的时间 不是 就是说他的那个大小 肿瘤不是会越来越大吗 就是你 肿瘤的体积 体积 对 你就不同的时间去量这个肿瘤的大小 他的体积 4度C老鼠身上的肿瘤 长得非常慢 那30度C生长的这个老鼠身上的肿瘤的 就长得很快 然后整体的存活期 30度C的老鼠只活了38天 就全部死光 是 相对的这个在4度C的 这老鼠可以活到72天 等于说几乎 double double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简单实验的观察的结果 那从这个结果开始延伸出来一系列的问题 就是我们要开始回答 那我现在慢慢的把这几个问题提出来 跟大家解释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这个到底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还是一个只限于 我们刚刚讲过嘛 我们刚刚讲过说这个 大肠癌细胞 这个是只针对作者用的这个大肠癌细胞 还是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那要回答这个问题呢 那其实也很简单 就是说 就 就测试不同的癌细胞 对 就是你把不同的癌细胞打到 这个老鼠身上 让他在4度C比较4度C跟30度C的这个生长 结果发现了 这个是一个好像是一个普遍现象 就是各个癌细胞 不同的 肺癌细胞 肝癌细胞 大肠癌细胞 这个脑癌的细胞 打到老鼠身上在4度C 都活得比较慢 都长得比较慢 老鼠存活的时间都变得 肿瘤也比较小 肿瘤变得比较小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动物模式是什么 我们养好的癌细胞 打到动物身上 对 他有这个效果 对不对 注射的 对 那我们有一些 有一些老鼠呢 他天生 他就会自己长出特定的癌症来 比如说乳癌 有一些老鼠呢 这个当然是经过这个基因改造的结果 他出生以后到了一定的年龄 他自动的自发的就会乳癌就会产生 所以这种自发性的 就说这样的一个低温的治疗 对自发性的老鼠的癌症 有没有效果 答案 答案是 yes 也有效果 也有效果 所以这个就变成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这个这个现象 第一个他有普遍性 不单单是我们移植去的不同的癌细胞 他对老鼠自己体内自发性产生的癌细胞 或者肿瘤 也有效 也有效 所以这个就变成是一个 好像是具有一个普遍性的这个抗癌的这个效果 低温 4度C 那大家很容易会去想 老鼠在4度C 他的癌细胞的生长会变慢 会不会是很简 最简单的解释 就是说这个癌细胞在4度C 本来就长得比较慢 对不对 那但是我们不要忘了一件事情 老鼠是温血动物 什么叫温血动物 就是说你在外界环境低温的时候 他的体温不变的 体温是不变的 那所以必须要必须要确定这一点 所以在不管是移植进去的不同的肿瘤细胞 或者是老鼠内自发性产生的这个肿瘤 我们把这个老鼠摆在4度C的时候 在他的身体里面摆上不同的器官 皮下 心脏肝脏 不同的器官去测测的温度 发现温度都没变 所以在4度C 虽然环境中间是温度很低 但是身体里面的温度其实没有变低 那环境中间的温度变低 那这样子很明显的肿瘤细胞的生长变慢 就跟温度无关 因为他是在老鼠的体内 他就跟这个温度就没有关系 好 那接下来就变成是很很关键的问题 就是说动物养在4度C 受寒受冻 对 那他身体里面的癌细胞的生长变慢了 那我们就要问说 这个4度C的动物的身体里面 到底还发生了什么样其他的变化 而那个变化 跟癌细胞生长变慢 中间的关联性 对 比如他胃口会变好吗 或者胃口变差了呢 对 所以说你可以问很多事情 那因为我们之前谈过这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扑鲁类动物 是 在低温的时候 我们身体里面有一种很特别的细胞 叫做棕色脂肪细胞 有的 一个月以前我们讲过这个 对 低温的时候 我们受寒受冻的时候 我们体内的棕色脂肪细胞会被活化 那棕色脂肪细胞为什么活化呢 它活化的最重要的一个理由 就是它要产生热 来维持体温 消耗葡萄糖 消耗葡萄糖产生热 维持体温 来维持体温 那而且现在我们上次也提过 现在有一个非常灵敏的仪器 可以去测动物体内不同组织 葡萄糖的含量 是 就叫做PET 震子 震子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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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所以这个表示 这一个用震子扫描去看动物体内 不同组织葡萄糖的含量 的这个研究呢 现在非常成熟 所以这个团队呢 就立刻想到老鼠在四度吸的时候 我们先问一个问题 它体内的棕色脂肪细胞有没有被活化 然后在棕色脂肪细胞活化的同时 它体内的这个肿瘤 的葡萄糖 肿瘤里面 细胞里面的葡萄糖 有没有变化 结果发现呢 用PET一照 发现果然 棕色脂肪细胞 从原来不亮 变成非常亮 表示棕色脂肪细胞里面的葡萄糖呢 大幅度的增加 活化 另外呢 肿瘤在室温底下 你去看肿瘤里面有很多葡萄糖 是 棕色脂肪细胞里面没有什么葡萄糖 但是在四度吸的时候呢 棕色脂肪细胞里面的葡萄糖 大量增加的时候 肿瘤细胞里面的葡萄糖大量减少 变淡 变暗 所以这个就 就是给了大家第一个想法 就是说 会不会在四度吸的时候 我们因为活化了 棕色脂肪细胞 让棕色脂肪细胞有能力去抢 葡萄糖 葡萄糖 那相反的 棕色脂肪细胞抢葡萄糖的能力呢 远大于 癌细胞 癌细胞 所以让癌细胞 没有办法得到足够的葡萄糖 所以这就是癌细胞生长变慢的原因吗 我们还是要打问好 我们现在只看到这个关联性嘛 那你真的要确定 的确是棕色脂肪细胞去抢葡萄糖 让癌细胞里面的葡萄糖变少 要非常确定这一个因果关系 那最简单的一个做法就是我们把棕色脂肪细胞破坏 把棕色脂肪细胞用手术把它切除 或者用基因删除的方法让它不会产生热 那这个时候看四度C的动物 它的肿瘤的生长怎么样 结果发现呢 你如果把动物体内的棕色脂肪细胞破坏了 这个时候肿瘤就会继续生长 肿瘤的状态也恢复正常 对对对 肿瘤的状态就恢复正常 所以这是一个 所以那四度C也不发生作用了 对对对对 就是说这个这个是一个非常直接的一个证据 告诉我们呢 我得先插个嘴 这个他为什么会一开始就决定的是四度C 难道五度六度或者三度两度 四度C我们最容易想象吗 这个这个就是说你冰箱里就是四度C 就觉得这个这个其实没有没有什么很特别的 没有什么道理 这是很武斩的 对对对 就是方便了 就怎么样最方便 我们把冰箱打开头伸进去 就让大家知道 怎么样最方便就怎么样做 而且你不必顾虑老鼠喜不喜欢 人绝对不行 当然人绝对不行 所以这个是一个一个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这个这个的问题了 好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说四度C中色脂肪细胞这个被活化了 抢走了很多葡萄糖 我们说我们的这个仍然是停留在我们的这个假设里面 这个hypothesis里面 就是说中色脂肪细胞去抢抢多癌细胞的葡萄糖 让癌细胞缺少葡萄糖 所以它的生长就变慢了 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想 如果我们真的要再进一步确定这个因果关系 是因为葡萄糖的关系 葡萄糖因为有棕色细胞活化 所以癌症得不到足够的葡萄糖 是 那我们可不可以打一点葡萄糖进去呢 打一点葡萄糖到老鼠身上 让老鼠血液中间的葡萄糖变多了 所以这个时候你棕色细胞得到很多葡萄糖 但是呢因为血液里面的葡萄糖的浓度变高了 所以那个癌细胞仍然有机会得到足够葡萄糖 是 那它的生长是不是会恢复正常 你觉得癌细胞会恢复 结果当然是yes 就是我们在这个实验的同时 打15%的葡萄糖溶液 打到血液里面 这个时候你看到棕色脂肪细胞活化 但是癌细胞的生长 并不受影响 不受影响 他就是要葡萄糖 他就是要葡萄糖 你给他葡萄糖 他就生长的比较好 所以这个就重新印证了 我们刚刚讲的这个问题 就是说看起来的的确确是 当温度变低的时候 低温诱发了老鼠体内的中式脂肪细胞 把葡萄糖都抢过来 让癌细胞处于一个饥饿的状态 所以他的生长就变慢了 台北FM 98.1 News 98 98新闻台 今天进行的单元周成功的生命科学 我们刚才提到来自瑞典的 Korolinska的研究所和上海复旦大学合作的一个研究团队 在他们的实验之中发现低温的情况之下 老鼠体内的棕色脂肪组织活化 这样一来就抢走了癌细胞所需要的葡萄糖 使得癌细胞里头的葡萄糖就太低了 显然这就是在低温的时候 棕色脂肪和癌细胞在竞争血液中 葡萄糖的一个结果了 可是我们还得继续往下问 在老鼠身上低温似乎看起来发生了作用 明显的作用 那在人身上怎么样 好 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我们叫转移医学的这个步骤了 就是我们看到老鼠身上有这个现象 那在人身上怎么样 那所以这个团队呢 他没有忘记这个问题 是同一个团队 同一个团队 他没有忘记这个问题 他就开始做一个小规模的人的临床实验 因为我们知道人的临床实验是非常困难的 而且要花钱 因为你要保险 你要这个要向医院申请 这个所谓他们叫做IRB 就医院的许可 所以人的临床实验的规范是非常非常严格 非常昂贵 那也不容易做 所以他们只做了七个人 六个人是健康的成人 22到25岁 有三个男生 三个女生 是 就是等我们就就问说 要看健康的人 在低温下面 他的这个棕色脂肪细胞会不会被火化 找了一个癌症病人 因为癌症病人就是你就不敢多多找了 是 这个人呢 是一个18岁 得了这个叫Hawkinson lymphoma 就是一种淋巴癌 是 然后呢 就让这个怎么样 先让健康人就穿着很轻便的衣服 很轻便的衣服 暴露在这个16度C 因为他不敢 都敢四度太低了 不敢四度 因为你穿很轻便的衣服 就是说你这个 比如说穿没有袖子的T恤 T恤啊 这个 就说你会感觉冷 但是呢 你不会冷到起疾病疙瘩 到这个程度 是 就是16度C 那每天2到6个小时 也不是全天 也不是全天 这个全天可能没人受得了了 然后连续14天 两个礼拜 看看两个礼拜之后呢 看看也是用PET 正子放射断层扫秒 去照射 看看这6个健康的人 每天2到6小时的 16度C的这个受冻 14天 他体内的棕色脂肪细胞的 活化的程度怎么样 是 结果发现真的 就是说这些健康人 这些健康的人呢 在这个轻度寒冷的暴露 14天的暴露 的确棕色脂肪细胞活化了 所以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这些人身上的这个 用PET scan 看到这些人身上的这个 棕色脂肪细胞的活化 就是有很多葡萄糖 就这些棕色脂肪细胞 就带着大量的葡萄糖 在他的细胞里面 那我们刚刚讲说 癌症病人就一个 而且你又怕 癌症病人受寒受冻以后 很脆弱的 出了什么意外 所以他们对这个癌症病人呢 就让他只曝露在22度 也算是有一点低的温度 正常温度稍微低一点点 是吧 你不会觉得很难过 然后呢 让这个病人在22度C 暴露7天 这个就是等于是 整天暴露在22度C 是 不是2到6小时了 算是一整天 整天7天 结果再用PET scan去照 结果真的也发现 第一个 也发现病患体内的 这个棕色脂肪 组织里面的葡萄糖 明显的增加 是 就是那个亮度就变亮了 更重要的是什么呢 看到肿瘤组织里面 就是这个Lymphoma Hawkins Lymphoma 这个肿瘤组织里面的葡萄糖呢 的含量呢 明显的下降 明显的下降 所以这个我们可以说是 第一次我们看到 在低温的时候 棕色脂肪细胞 跟肿瘤组织里面 葡萄糖的变化 那这个 我们叫做Proof of Principle 就是这个看起来 这个原理 看起来在小鼠身上 在老鼠身上可行 在人身上呢 可能 也可以做 也有效 也有效 也就是低温 造成了肿瘤组织里头的葡萄糖 也降低了 Proof of 下降 同时也 暂时抑制了肿瘤生长 为什么会下降呢 为什么会下降呢 因为 中式脂肪细胞火化了 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 我们就不会去担心 不会去担心 我刚刚前面讲的例子 用胰岛素 去下降 血糖 因为那是 外来的 因素 去下降血糖 是 很难控制 现在这个做法 风险比较大 低温是我们自己身体 我们自己身体的变化 我们自己身体的变化 所以我们身体 血糖 可以下降 但是我们身体 可以控制 这个血糖下降的程度 不至于危险 而且看起来 这个低温是刺激身体里 原本的棕色脂肪 它的作用 对 就是让更多的葡萄糖 保到棕色脂肪细胞 那比较少的葡萄糖呢 给癌细胞 所以那癌细胞的这个 生长的就变慢了 那照说这样的思考的 这个思路往下走的话 应该是去继续找 更多的癌症病人 对 就是很明显的 就应该要去找更多的 癌症病人 除了正规的这些 外科切除手术 放射治疗 或者化学治疗 合并低温 做一个额外的选项 看看这个时候 对癌症整体的控制 会不会有加成的效果 就是不是说 你让你只做低温 你正规的治疗 癌症的方法 还是一样的做 只是加一个低温 看看这个效果 会不会更好 因为低温疗法的费用 很低 把冷气开大一点 对 就把冷气开大一点 而且过去 我们已经知道 在低温的时候 我们身体的新陈代谢 是非常有效率的 又可以 所以低温对身体的新陈代谢 有非常明显的好处 是 所以我们可以预期 这一类的临床实验 将来应该要 会去做 当然 这个就碰到另外一个问题 我刚刚讲过 临床实验很贵 要换很多钱 包括对病人的保险 然后 甚至可能还要付一些费用 这一类的临床实验 传统抗癌的临床实验 都是抗癌 都是药厂在支持 是 因为他们可以发展出来 新的抗癌药物 可以卖抗癌药物 所以抗癌药物的价钱都很高 因为他们做药厂的这个说法 就说因为我们做临床实验很贵 所以我的定价必须高 那所以药厂对这一种临床实验 很明显是不感兴趣 是没兴趣 为什么没兴趣 因为纵使成功以后 他没有钱赚 力头不多 对不对 就是你病人自己 把家里的人气开大一点 就行的药厂赚不到钱了 很简单的讲 就是药厂赚不到钱了 所以这个其实是我觉得 是我们现代医学的一个吊诡 就看起来很promising 是有用的 是 但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面 一切以赚钱为先 是 所以这些赚钱的机构 就不会去支持 那我觉得这一类的临床实验 我们政府应该是用政府的力量 来推动 是 那当然政府的力量推动 也是政府要有脑袋 要有足够的脑袋 他要听我们节目就会知道 不过老药是不是 好像也会常常开启新的光明 对 所以这个 我觉得这个瑞典这个团队 我觉得很有趣 就是他们做完了以后 他没有立刻去做大规模的临床实验 因为这些都是基础医学的研究者 他的研究精神非常有限 所以他们就想到另外的一个新的可能的方向 就是我们刚讲 低温疗法是让棕色脂肪细胞活化 让他去跟癌细胞去抢葡萄糖 那棕色脂肪细胞的活化 是不是只有低温 才做得到 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方法 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方法 也同样可以达到活化 棕色脂肪细胞的目的 那你这个时候 如果有这样的方法 你就可以取代低温 就不要用低温 我用其他的方法 那当然这个时候就过去 就是你要去回顾过去的一些研究 关于棕色脂肪细胞 或者棕色脂肪细胞 身上有哪一些 这个荷尔蒙受体 可以接受特定荷尔蒙的讯号 让这个棕色脂肪细胞活化 结果发现过去真的是有 有一个药 这个药呢 它会活化 一个特定的荷尔蒙受体 叫做β3 Adrenergic Receptor 是 那这个药的名字呢 叫做米拉贝隆 老药 老药 这个药可以 跟β3的荷尔蒙受体结合 过去这个药 去做什么用呢 对 我们要卖个关子 稍后片刻回来 老药 怎么会发生新作用 台北FM98.1 News 9898新闻台 在周成功的生命科学之中 刚才讲到的是 在癌症治疗方面 瑞典的Karlinska研究所里面 他们真沉得住气 他们已经好像感觉到 已经准备要解决一个 什么样的治疗法的问题 可是他停下来 这个其实 从另外一个角度 我觉得完全是钱的问题 如果有足够的经费 当然就直接就去做 临床实验就完了 对 就是用低温疗法 这个思路就走下去 可是他们现在注意到 一个已经在临床上 使用很多年的老药 米拉贝隆 这是治什么病 对 这个药很有趣 这个药过去 其实很早就知道 它是跟β3荷尔蒙受体结合 过去是治疗什么病 是治疗膀胱过动症 膀胱过动症 对 就是你膀胱的肌肉 一直在收缩 所以你就一直有尿液 牛药液 就是你就一直想要小便 这个叫膀胱过动 是 那这个药呢 治疗膀胱过动 非常有效 然后也用了很多年 也并没有发现 有什么特别的副作用 所以是相对来讲 是一个安全的用药 是 那因为β3这个荷尔蒙受体呢 在很多脂肪细胞里面就存在 所以在几年以前就有人注意 就说我们能不能够用米拉贝隆这个药 去控制脂肪细胞的新陈代谢 因为我们知道脂肪细胞的新陈代谢 刚好是跟糖尿病 跟我们刚刚过去讲到的肥胖都有关系 那所以在2020年 就是大概三年以前 是有一篇很重要的这个论文 在这个Journal of Clinical Investigation JCI发表 他就是用人做临床实验 就是去发现这个药呢 用这个药在临床实验呢 发现了他的确在这个糖尿病的人身上 是可以活化棕色脂肪细胞 同时可以改善这个病人葡萄糖的代谢 所以他是完全从治疗糖尿病的角度切入 做的临床实验就看这个药 似乎对糖尿病的控制的确有效 而且也可能有一些减肥的效果 那这个都是跟他顺带看棕色脂肪细胞的活化是有关系的 是 那这个论文的出现呢 我想是刺激了这个我们刚刚讲的这个 Karlinska这个团队 对啊 就是如果这个药能够活化棕色脂肪细胞 那今天有一个药不需要冷的环境 这个药可以直接刺激棕色脂肪细胞 那他是不是也有抗癌的效果 是 那所以就很容易的呢 就开始做动物实验 开始做动物实验 本身对于癌细胞是没办法的 对 他不是治疗癌细胞 他不是治疗癌细胞 他是就很早就知道 他是一个荷尔蒙 荷尔蒙的受体 可以跟荷尔蒙受体结合 刺激细胞 正常细胞的新生代谢 然后抢走癌细胞所需要的葡萄糖 这个都还不晓得 现在还不知道 就是说现在大家晓得 这个Karlinska的团队就是针对这一点 就是要问这个药 可以直接活化棕色脂肪细胞 那他对动物体内的这些癌细胞 是不是会造成间接的抑制效果 那实验其实非常简单 也直接了当 就是把带着癌细胞的老鼠 给他这个药 然后去用PASCAN去看 老鼠的棕色脂肪细胞 有没有被活化 用正直摄影去看 对正直摄影 然后同时看癌细胞里面的葡萄糖有没有减少 结果发现 冰狗跟预期的完全一样 跟预期设想的那个结果完全一样 而且这个研究成果在去年 非常新2023年 对等于是我们前面那个论文 寒冷环境 刺激棕色脂肪细胞 抑制癌细胞生长是2022年 隔了一年 他们就发表这一篇paper 就发表这篇论文 是 然后就说 其实后续的实验都是一样化呼噜 就是要证明说这个药 你要去证明说这个药因为是活化了棕色脂肪细胞 才造成癌细胞生长变慢 那我们把老鼠身上的棕色脂肪细胞切除了 或者用基因改造的方法让它没有功能 那发现这个药抑制癌细胞生长的能力也就不见了 是 所以表示他真的是要透过棕色脂肪细胞去抢不老糖 才能够抑制老鼠的生长 老鼠的生长 那所以这篇论文呢 我觉得很有意思 就是说他用了两个非常恶毒的癌症 一个是肝癌 是 一个是胰脏癌 我们知道胰脏癌发现通常是三到六个月之内就会走人的 是非常恶毒的 他发现这个药的确对 带着胰脏癌跟肝癌的老鼠给了这个药 癌细胞的生长就会变慢 是 因为棕色脂肪细胞细胞被活化了 所以我相信呢 很快的应该就会有人 事实上这个问题碰到同样的问题 这个药 这个老药 是啊 它的专利今年就过期 米拉贝隆 对 今年四月专利就过期了 哎呀 跟我的信用卡一样 今年四月就过期 那这个时候就 这是大药 不太会愿意 投下大量的资本来 做这个临虫实验 可是他如果看起来这个实验已经证明 这个叫米拉贝隆 至少在老鼠身上是 是有效 所以他生产还是会继续生产 对 因为第一个就是说 他过去长期使用没什么副作用 第二个 其实他的价钱也相当便宜 是 我去上网就找了一下 他一颗500mg 20块台币 不算贵 不贵 不贵 所以我相信这个应该 很快的会有人用这个资讯 开始去做一些 临床实验 我觉得整个看起来 我回顾一下 刚才讲的这些个实验 最珍贵的还是棕色脂肪 对 棕色脂肪细胞 是 这个细胞 那我们身上还有很多白色脂肪细胞 对 这是他们有没有作用 所以 另外就有人开始在想 就说 我们能不能用这样的一个 刚刚讲的这个principle 真正用在人身上 那你要用寒冷 用什么可能都是间接的方法 于是 缓不济急 于是就有人想 我们能不能把这个病人身上的白色脂肪细胞 把它抽出来 因为这个手术是 已经是家常便饭了 就是抽脂肪 是抽脂 抽脂的这个手术 基本上你就是把身体的白色脂肪细胞抽出来 然后抽出来以后 我们把这个白色脂肪细胞做一些基因改造 把它变成棕色脂肪细胞 这个厉害 然后再把它种回去 那不是可能会有作用 有效吗 就可以意识吗 那所以这个是UCSF 就是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一个研究团队 做的这个实验 那他们当然一开始就是先做老鼠 就是我们把白色脂肪细胞改造成棕色脂肪细胞以后 打到老鼠身上 对 看对老鼠身上的那个肿瘤是不是会有抑制作用 当然是yes 当然是yes 那然后他们就做了一个病人 乳癌病人 是 因为乳癌病人 这个乳癌周围 乳癌的这个肿瘤的周围有很多白色脂肪细胞 他们就分别把乳癌的肿瘤取一小块出来 把周围的白色脂肪细胞取一些出来 然后把脂肪细胞改造成棕色脂肪细胞 这个时候他不敢打回去了 因为打到人身上 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 所以在体外 直在体外 就把这个病人的改造的棕色脂肪细胞 跟他的肿瘤摆在一起 共同培养 结果发现这个肿瘤真的就长得比较慢 所以乳癌组织的生长同样也会受到抑制 对 就是说这个在体外 至少在体外 同一个人改造的棕色脂肪 就是脂肪细胞能够抑制自己的肿瘤 换言之把病人自己的白色脂肪细胞 取出来改造成棕色脂肪细胞 再打回去 再打回去 因为这样就没有免疫的问题 那是你自己的细胞 对不对 所以这个我相信是 未来应该很快的就会有人去做 就我们能想到的别人都想过了 对因为这篇论文呢 现在是在网上公布 还没有正式发表 还没有正式发表 我相信正式发表以后 应该会有很多人就沿着这条路 开始找到一个新的这个治疗的方向 周老师 说不定有很多人听了我们节目 再去做实验 所以很简单的一个结论 就是经历了一个世纪的探索 癌症的瓦斯效应 终于成为癌症治疗的一个全新的方向 那这个结论呢 让我想起我的老朋友 中医师朱华 他告诉我一个中医治病的哲学 就是你把你的房间打扫干净 蟑螂老鼠自然就不来了